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大家在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6月2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看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 咱们先看克里米亚 关于克里米亚大桥炸还是不炸 什么时候炸,现在也成为焦点 乌克兰国家安全文人会秘书达尼洛夫表示 可以使用英国导弹攻击克里米亚大桥 他说,所有在俄战乌克兰领土上 对乌克兰主权构成威胁的对象都会被消灭 而在特别复杂困难敏感的问题上 需要仔细准备才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乌克兰军队可以使用英国的暴风阴影导弹 袭击克里米亚大桥 这个咱们一直在提倡呼吁建议 乌军赶紧用英国的导弹打击克里米亚大桥 而且英国人已经说过了 攻击克里米亚大桥不算攻击俄罗斯本土 可以用英国人提供的武器去攻打克里米亚 所以说克里米亚大桥随时都有可能被炸掉 普京的心理建设基本上也已经完成了 因为去年10月份,应该是10月8号 克里米亚大桥被炸 明明是乌克兰人干的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布达诺夫组织实施的 俄罗斯人也知道了 而且缺席审判要逮捕布达诺夫 乌克兰人只是不承认而已 那么前不久乌克兰人大大方方的承认了 这就是他们干的 言下之意就是普京你有什么脾气吗 他为什么要承认呢 说白了就是为下面用风暴阴影摧毁克里米亚大桥 做好铺垫 就是给普京提个醒 让普京适应一下 那今天国家安全文人会秘书达尼洛夫 又来强调一遍 摆明了告诉普京 我们要用暴风阴影导弹打击克里米亚大桥 有什么招你就使出来吧 乌克兰人天天要攻击克里米亚大桥 这个普京到底怎么想的还不清楚 但是克里米亚大桥自身出问题了 有网友在网上发出照片 说克里米亚大桥那桥柱子全部有大裂缝 这乌克兰人还没炸 他这桥柱子自己就已经裂了 这是怎么回事 感觉是讹上乌克兰人了 人家还没炸呢 他自己先裂了 这不是讹人吗 但是有人说这个图是假的 这个桥柱子和真实的克里米亚那个桥墩 那桥柱子不一样 不过他到底是不是克里米亚大桥的桥柱子 这个也不重要 他裂没裂也不重要 裂了也是要炸 不裂也是要炸 有网友推荐 让俄罗斯请人去修一下大桥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片了 网址企业名称都告诉俄罗斯方面了 是北京的野津建工裂缝处理中心 专门制这种裂缝的疑难杂症 少有正在紧急安排 这可是一块大肥肉 补一下花不了多少钱 但是少一谷申请经费肯定是要的非常多 桥柱子都要断了便宜不了 不过这个少一谷动作要快一点 不要乌克兰人把桥炸掉了 你再去补就说不过去了 皮质不成毛浆腹烟 所以少一谷要抓紧时间 这么好的赚钱机会不能错过 我们再看看其他地方 实际上都是以炮击 海马斯袭击互相炮战为主 俄罗斯任命的扎布罗热地区负责人罗格夫说 波罗西连续两天遭到乌军的袭击 爆炸声在今天清晨继续响起 就是乌军一刻都不让俄军闲着 乌克兰南部扎布罗热州 俄战区的一名俄方官员说 5月31日周三靠近前线的居民点发生了一系列爆炸 镇上传来一连串巨大的爆炸声 乌方官员声称 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和部队集结地一再遭到袭击 由于该地处在扎布罗热前线 很多军事观察人士认为这里或将成为乌克兰反攻的焦点 据报道乌军第十军6万余人已经抵达扎布罗热州的科米舒哈瓦 达里尼杨斯克和波克罗夫希克等兵力集结点 在扎布罗热南部交火线乌方一侧的库班 胡里埃伯勒和弗洛达早已经部署了2万人的一线部队 而且在这个方向上还有一支大约2万人的总预备队 安插在巴弗洛哥勒附近 可以随时增援乌突击部队的侧翼 另有4万人的乌突击部队部署在顿列斯克州的巴赫木特 以及塞福尔斯克方向 而在卢干斯克方向 乌军有大约6万人分布在库普·杨斯克至洪利曼的战线上 总上包括赫尔松方向的作战部队 乌军32万助力已经在四大战场待命 主攻方向将是扎布罗热和顿列斯克 乌军在乌格莱达以东的沃尔诺瓦哈方向进行了试探性进攻 收复了大约3平方公里的领土 乌军也有可能在沃尔诺瓦哈这一带发起突击 我们再看看这个扎布罗热核电站 当地时间30日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会议审议乌克兰核设施安全问题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会上通报 乌克兰境内的核安全情况并就保障扎布罗热核电站的安全提出五项原则 哪五项原则呢 一避免任何针对核电站的袭击 二避免核电站成为储存重型武器或驻扎军事人员的基地 三确保持续不间断的对核电站的外部供电 四所有保障核电站安全运行的基本结构系统部件等都要得到保护 第五个不应采取任何破坏以上原则的行动 格罗西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工作会监督以上原则的执行情况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表示 俄罗斯不打算在扎布罗热核电站部署军队和用于攻击行动的军事装备 他表示俄罗斯将根据本国法律并在俄罗斯加入的相关国际机构框架下履行义务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加强扎布罗热核电站的安全 格鲁什科声明称 我们将继续保卫核电站以防止基辅的和西方集体粗暴不负责任的进行破坏 我方未曾部署也不打算在扎布罗热核电站部署军队和用于进攻行动的军事装备 格鲁什科强调 只有防止扎布罗热核电站遭受乌克兰攻击以及消除其可能后果的必要力量位于扎布罗热核电站 他进一步表示乌克兰拒绝了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 格罗西就加强扎布罗热核电站安全提出的所有倡议 而常驻联合国代表聂边甲说 俄罗斯将就基辅对扎布罗热核电站的攻击予以最强硬的回击 这个俄罗斯人还真是叫强盗啊 他自己占着乌克兰的扎布罗热核电站 拿扎布罗热核电站当做盾牌 掩护俄军行动 我记得去年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叫格罗西 他已经斡旋过一次了 差一点就达成协议 就是说把扎布罗热核电站非军事化 就是由联合国托管 俄乌双方都从扎布罗热核电站附近撤走 最后是普京没有同意 普京临时变卦 可能是因为在赫尔松吃了个大亏 善意撤离了赫尔松 问题是俄军要守扎布罗热核电站 他也守不住啊 刚才格罗西说的五条 俄军有好几条他就做不到 比如说国际原子能机构说了 避免核电站成为储存重型武器 或者驻扎军事人员的基地 这条俄军就做不到 俄军把很多重装备 全部藏在扎布罗热核电站 这样乌军攻打扎布罗热核电站 或者攻打俄军的时候 他就投鼠G7 万一你一发炮弹过去 按道理 海马斯或者是M777 那个榴弹他一发对这个核反应堆 造成不了多大的损失 海马斯炸那个大桥 也是炸个小洞 但是最担心什么呢 就是俄军在扎布罗热核电站 储存了大量的弹药 军事装备 一旦发生这个训报 那后果不堪设想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外部输电 很容易被炸断 扎布罗热一旦没有外部电力 这个比直接用炮弹攻击他还威胁 因为他会自爆 没有办法冷却啊 总之在扎布罗热核电站这一块 是叫狭路相逢勇者胜 谁顾虑多谁就要失败 普京就抓住了 欧洲人呢都害怕 害怕核泄漏 害怕核污染 害怕核爆 所以啊一直站着这个扎布罗热核电站 就是不撒手 成为俄军的一个护身符啊 我们再看看巴克莫特战场 乌克兰武装部队东部部队发言人切雷瓦蒂说 俄军减少了巴克莫特方向的活动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北京时间6月1日下午17点49分报道啊 在巴克莫特方向 俄罗斯军队的活动减少 白天发生了四次冲突 乌军摧毁了59名入侵者 103人受伤 1名被俘 敌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在巴克莫特方向的活动 最近几天我们注意到这里发生的冲突很少 在这一天发生了四次冲突 他们用桶装 和火箭炮进行了436次打击 切雷瓦蒂告知 据他说乌军进行了报复 两个电子战系统 一辆无人驾驶车辆 一把风信子火炮 两辆专有弹药的车辆 两个弹药库和一个反坦克导弹系统被摧毁 当地时间6月1日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智库战争研究所 在最新一份报告中表示 在俄罗斯四人军事集团瓦格纳集团的部队从巴赫木特撤出后 俄军高层可能已下令车臣部队参加战斗 这是战争研究所报告的 看样子卡德罗夫终于等来了大出风头的时机 战争研究所说 卡德罗夫称车臣部队已经受命部署 在乌军反攻前先行进攻 实际上是车臣的阿赫迈特特种部队 以及俄军第五摩布驴 要增援马林卡和巴赫木特方向 俄军将在此地区开始逐步发力 将乌军逐步压缩至西区郊外 车臣特种部队总指挥阿劳蒂诺夫表示 俄军控制了70%的马林卡城区 卡德罗夫命令在扎布罗日的车臣部队 准备配合俄罗斯正规军进行反击 车臣的抖音部队有一支在马里乌布尔 当初进攻马里乌布尔的时候 这支抖音部队大出风头 赚了一波流量 现在这支部队卡德罗夫命令他们 配合俄罗斯的正规军 要迎接乌军的大反攻 因为大家都认为乌军很有可能在扎布罗日的 在梅里托宝要发起大反攻 那么部署驻扎在马里乌布尔的车臣部队 就要配合俄正规军 要防御乌军的进攻 6月1号 泽伦斯基访问了奥特萨 乌军指挥部 在奥特萨这 乌军的无人机指挥中心应该就在这附近 这有几个机场 乌军总是利用这来控制无人机 去轰炸克里米亚 还有无人艇去攻击 俄罗斯的黑海军队 这个奥特萨是个重要的基地 我们再看看 自由军和志愿军在 比尔格雷德又闹出了什么动静 大家先看这个视频 这是来自俄罗斯的一个小战士 叫扎扎 他也是自愿加入乌军 来反抗俄罗斯的侵略 这个小战士他现在在巴赫木特前线 他拍了个视频 向在比尔格雷德奋战的战友问好 因为在比尔格雷德奋战的战友也是俄罗斯人 他们都是自愿帮助乌克兰 抗击侵略 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推翻普京 这个小战士才19岁 我们先看看俄方怎么说的 俄罗斯国防部周四表示 俄罗斯武装力量 辩防军人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其他部队在比尔格雷德州 舍别基诺市 击退了数量多达两个摩托化步兵连的 乌克兰部队的三次袭击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今天上午俄罗斯武装力量 连同边防军人 以及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其他部队 挫败了基辅政权 对比尔格雷德州 舍别基诺市和平居民 进行恐怖袭击的又一次企图 莫斯科时间大约三点左右 在比尔格雷德州民用设施 遭到猛烈炮击后 多达两个摩托化步兵连的 乌克兰恐怖分子 部队试图入侵 俄罗斯境内的辛塔沃尔让卡 居民点和 舍别基诺国际汽车检查站 俄罗斯军人以忘我的精神 击败了乌克兰恐怖分子的三次进攻 俄罗斯国防部强调说 西部战区的空军 对敌人进行了11次打击 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 完成了77次射击任务 用重型火焰喷射系统 进行了两次打击 据俄罗斯国防部的资料显示 乌克兰在边境地区损失了30名恐怖分子 4辆砖甲战车 1门冰爆火箭炮和1辆皮卡车 俄罗斯国防部的通报只能说明 志愿军和自由军又在比尔格雷德闹事了 这是俄方自己承认的 至于他什么发射了77次炮击 然后又11次空军打击等等 消灭了多少恐怖分子 这个无从考证不足性 为什么呢 他自己说了一共是两个摩托化步兵连 如果真的是两个连 那俄军也没必要这么紧张 空军出动了11次 导弹部队还出动了 这不是杀机用载牛刀吗 这是过度打击 俄罗斯比尔格雷德州行动指挥部 发布消息称 舍别基诺市局势线下很复杂 有炮机能听到战斗的声音 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正在作战 但是乌军没有任何突破 这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的 据法新社报道 俄罗斯6月1日称 它使用战机和火炮挫败了乌克兰军队 入侵该国西南部比尔格雷德州的企图 比尔格雷德州州长格拉德科夫说 比尔格雷德州卸别金斯基区遭到敌人无差别炮击 一个超市被击中 俄媒报道 在比尔格雷德州地区 暴离索夫卡附近 一辆载有新兵的汽车遭到袭击 车上大约有十个人 四个人可能已经死亡 其余人可能手上 俄军一看自由军和志愿军来了两个连 这下吓坏了 紧急从四周调兵 大家可以看到 增援部队以及装备坦克 源源不断的运进比尔格雷德州 为了阻止边境线上乌军的渗透 自由军和志愿军总是越境打击俄罗斯 所以俄罗斯主动的炸毁了边境线上面 布莲安斯克州通往乌克兰的切尔尼格夫州的一段道路 防止游击队进入布莲安斯克州 从俄方和乌方的报道来看 至少说明自由军和志愿军现在是越做越大 越来越让普京难受 动静越来越大 俄罗斯已经开始调用正规军来剿匪 大家可以看这个视频 这个是自由军和志愿军放出来的视频 这个应该是在5月20号 第一次突袭比尔格雷德州的格雷沃龙镇的时候 他们还拍了视频 这个视频里面 自由军志愿军还出动了直升机和坦克 显然第一阶段打击的叫格雷沃龙 那这一次打击的重点是舍别吉诺 他这就是游击战 敌进我退 敌皮我扰 敌注我打 敌退我追 用了很小的一部分人 什么自由军还志愿军 牵制了俄方的精力 这个渐近500公里长的边境线上面 俄罗斯可能要放至少20万以上的珍规军 才能防得住 否则的话这些自由军志愿军会天天进入俄罗斯境队骚扰 袭击 针对这个情况 普京也没什么好办法 只好先把这个路自己扎断 恐怕 这个普京要在边境地区 要修这个铁丝网 修这个隔离墙 修防御工事 这是个大活 这烧一股又要大发一笔 普京要问烧一股的话 那烧一股给出的办法就是修墙 修铁丝网 然后修账壕 这个反正都要花钱 在这一块烧一股还是非常拿手的 马格纳的投资普里克金 最近又在接受记者采访 他说战争不会很快结束 不会有和平谈判 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西方不需要它 乌克兰也不需要它 他们已经感受到自己的力量 觉得自己做好了准备 我们也没有准备好这样做 因为如果和平谈判 按照基辅的条件进行 那么这对俄罗斯来说就是崩溃 因此战争将持续一年多 就是普里克金认为这个战 至少还打一年 非得把双方打得筋疲力尽 普里克金说法跟咱们是一致的 他认为乌克兰觉得自己还是很有力量的 俄罗斯也没有做好谈判的准备 而且按照乌克兰的条件就谈判 那就是俄罗斯崩溃 所以现在欧乌双方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就是相差太远 没有办法往一起谈 只有先打个你死我活 普里克金认为至少还要打一年 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 美国向约旦采购多辆猎豹式防空战车 援助给乌克兰 总价值1.18亿数量不明 这个猎豹防空战车不就是德国产的吗 用于对付伊朗的小摩托无人机 效果很不错 它主要用于防备低空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已经在乌克兰投入使用 这个猎豹坦克兜兜转转转了一圈 德国生产的卖给了荷兰 荷兰也把它转卖给约旦 然后美国也从约旦买来了 把它援助给乌克兰 这一大圈赚的 目前据说有大批美国退役的飞行员表示 愿意自愿加入乌克兰 驾驶F-16战斗机 与俄空天军决战 如果这样的话 还有北约的那些飞行员 那么乌克兰初期就不缺飞行员 它一共初期只有40架飞机 后面可能到100多架 有个几个月 乌克兰自己的飞行员 也就培养的差不多了 所以说 这个F-16战斗机 加入战斗 有可能会非常快 可以说 俄罗斯空天军的噩梦 也不远了 6月1号 据外媒报道 塞尔维亚总统 伍西奇 在摩尔多瓦 举行的欧洲政治共通理峰会上 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交谈 大家可以看这视频 伍西奇表示 如泽伦斯基的谈话 没有改变塞尔维亚 对俄罗斯制裁问题上的立场 说由于西方国家 对此类接触的偏见 我已经一年多 没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 说过话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伍西奇为了避嫌 他已经一年 没有跟普京两人通过话了 我一跟普京通话 这个西方就认为 塞尔维亚已经倒向了俄罗斯 支持俄罗斯 实际塞尔维亚在俄罗斯 和西方之间 也在玩平衡 他既不能彻底的倒向北约 抛弃俄罗斯 他也不能一头倒向俄罗斯 所以他只能两难 保持一个微妙的平衡 他要倒向俄罗斯 那么欧盟就要制裁他 被欧盟制裁 塞尔维亚人就知道 自己会过什么样的日子 他们现在 就是不能被欧盟制裁 但是如果他要抛弃俄罗斯 塞尔维亚还有一个 克索欧问题 在克索欧问题上面 塞尔维亚跟北约 跟欧盟 还是有冲突的 但是俄罗斯呢 又支持塞尔维亚 所以说 作为一个小国 是相当的难办 我们再看一个传言 路途社5月31日 援引一位不具名的 南非高级官员的话说 国际刑事法院 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逮捕令 影响南非主办 今年的金庄国家峰会 该国正在考虑多个现象 其中包括让中国举办此次峰会 这怎么回事呢 就是今年的金庄国家峰会 应该是在8月22号 在南非举办 正常情况下 这个金庄几个国家 原首都要去南非 那么普京啊 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 展露头角的这么一个舞台 他一定要去南非的 但是呢 今年呢 海牙国际刑事法院 3月17号 对普京发出了逮捕令 虽然俄罗斯啊 也对海牙法庭这几个法官呢 都发出了逮捕令 互相逮捕 而且俄罗斯人说了 他们不在乎 不害怕 看看谁还敢抓普京 但问题是 这个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呢 指控普京在乌克兰犯下了战争罪 这个南非啊 他也加入了这个 海牙国际刑事法院 他是签约国 俄罗斯不是 美国不是 东方大国也不是 就是这些国家都不认 这个什么海牙国际刑事法院逮捕令 但是毕竟还有一百多个国家认呢 问题南非就是其中之一 现在南非就难办了 这普京到了南非 他逮捕他还是不逮捕呢 要不逮捕的话 那他就违约了 要是逮捕的话呢 这南非不是自找麻烦吗 你把普京给逮捕了咋办呢 所以现在非常微妙 普京虽然不在乎 但是谁知道他怕不怕 万一这南非 他哪根筋错了 把他抓了呢 或者是啊 海牙国际刑事法院派人 在南非动手 在金庄五国这个峰会上面 单产几个黑衣人呢 站到普京的后面 把普京带立会上 这个产面就跟东方大国 带走那个贪腐的干部一样 那普京的椅子上面 估计都尿湿了 站都站不起来 估计也在几个人掺着走啊 这个保不齐啊 这叫底线思维啊 万一呢 虽然南非的国防部长 一再保证 说不可能在南非抓普京的 要保证普京的安全 但是普京宁可星期有 不可星期五啊 所以现在南非非常难办 说不行啊 要不把这次举办会场 挪到北京去 北京不会抓普京啊 北京又没有参加什么 海牙国际刑事法院 南非的前总统贝姆基亚 5月25日接受电台采访日说 峰会不太可能在南非举行 由于我们的法律义务 我们必须逮捕普京总统 但我们不能这样做 贝姆基说 大家也知道这个退休总统 有的时候实际就是现任总统的喉舌 让他出来放风嘛 据南非《星期日泰晤士报》 5月初消息 南非与俄罗斯进行谈判 提议普京通过视频连线 参加金庄国家峰会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5月30日表示 俄罗斯将以实弹级别 出席8月在南非举行的金庄峰会 南非的心情很矛盾啊 如果说普京不去参加 得南非了说 他是主办国啊 感觉就少了那么一点光彩 最好美国国家的元首到齐 这是圆满的大会嘛 结果普京不一定敢来 但是普京万一来了 把南非又放在一个很尴尬的境地 抓还是不抓 不抓你就违法了 抓你又不能得罪俄罗斯 你说多难办吧 普京怎么就把自己混到这份上 成了一个大麻烦 但是我想啊 普京啊 肯定不会去南非参加的 南非再怎么承诺都没用 最主要的是普京 他不一定信任南非啊 谁知道你们是不是设计 到时候诱补普京 把普京都会然带离 那都丢人了 所以普京啊 一定会找个很好的借口 不去南非参加 然后去发贺电 视频连线 派这个口炮界的天花板呢 梅特维杰夫参加 梅特维杰夫啊 以前当过总统 又当过总理 这个产面啊 比较熟 能应付得过来 好 这一集嘛 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